与人相处,如果总是斤斤计较,那生活也就太累了,还会影响在自己在人际圈的相处,有的人就总是这样,因为一点点小事情就想着报复对方,十二生肖中谁是这样因为小矛盾就报复对方的呢? 蜀蛇,隐忍怀恨,说道隐忍,那生小蛇还在守卫当之无愧,他们的诚服很深,一般人很难猜出生小蛇到底在想什么,即便是你不小心惹到他,也察觉不到生小蛇真的生气了,他们会把那电视一直记在心里。 虽然怀恨担心但不急于报复,而是暗中观察,找准合适的时机给对方致命一击,报复得干脆利落,而不会成一时之快,相当有心机,也是因为这个性格,生小蛇在财运方面运势旺盛,他们总能巧妙击狂竞争对手,同时懂得如何与对自己有利的人搞好关系,是生意场上的一把好手。 蜀龙,以自我为忠心,龙是尊贵的象征,蜀龙的人好像天生就带着一股傲气和任性,生小蛇在外人面前会表现出一副博恩又好脾气的样子,其实他们非常任性,稍微有一点不合心意,就会记在心里,找到一点机会就开始挖苦,报复对方,谁要热到他们,生小蛇恨不得对方实时出错,闹笑话, 然后用尖酸的话去嘲笑对方,这样的性格着实让人讨厌。 另外,生小龙虽然见谈,却是一个很以自我为忠心的属相。 属鸡,爱斤斤计较,生小鸡天生就是个急性子,谁要惹到他,他就会立马反击。 而且每次想起来都想再报复一番,生小鸡的心眼很小,一点小事就爱斤斤计较,可能你说着无心,但他听者有意,认为你是针对他,估计这辈子都忘不了。 所以跟生小鸡做朋友说话做事,还是要谨慎一些,以免稍有不慎,他就湿不湿地报复一下。 不过,生小鸡这样的性格,让他非常争强好胜,在事业上制造进取,能有一定作为,也是一个相当有能力和福气的属相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